新城乡的中秋节庆祝活动是一系列的一连九个场次在各村来举行 乡长合理台希望让大家都能够快乐的过中秋 新城乡长中秋晚会在乡长合理台任职以来 均有各村分别办理 也让公所团队借此深入各村请进乡亲的声以及建议 共透过中秋晚会宣导环境保护以及资源回收等相关知识 另外这对各村宣导乡公所各项建设以及社会服务政策 让新城向各村的均衡发展 乡亲了解自己的权益及福利 并且有精彩的表演以及丰富的奖项的摸彩品 厢长今年秋林已经第五年了 有在推动13行的福利的政策 最近一直在设的东西就是我们幸福的巴士 平福的巴士就是说我们乡亲十大后需要 可以卡电位 在整一天卡电位来的我们香港所一定平福的巴士 看你要去 微信所或是要去病院或是要去文建站 或是要去我们那个长照据典参加华堂 或是要去行政机关来办办一些舒服 都可以卡电位来工作 一定我们幸福的巴士 希望乡亲多多利用这都免费的 这是那个乡丁荷雷台的一股心理 也希望乡亲有需要多多利用 以前来很乡的乡亲 乡亲人人团团 要那个身体健康 吃饭里 大贪钱 谢谢 乡亲人和离台表示 乡亲人乡每年各村共酒厂的中秋晚会活动 透过中秋晚会 让乡亲互动认识 并且联系情感 除了联欢酒夜的秋秋晚会之外 也有每年最大厂的元宵节活动 最继续的元旦升旗见逐 还有各项大大小小活动等等 让乡亲人乡亲一同来参与 而团结和谐的社会正是地方发展的重要基石 乡亲人和离台再次感谢 所以乡亲对公所团队的肯定以及支持 也感谢华人乡亲政府欣赏许忠勇的协助 感谢新城下面代表会全体代表的支持 各村村长的辛劳 在那可以还表示 他会继续带领团队为乡亲努力 完成更多的建设 以及推动更多的社会福利政策 让新城幸福在耀尽 并且祝福所有乡亲中出家节愉快 记得结婚一下